Hello,欢迎大家回到Gins Camera Live频道 老规矩,请大家先把签道打在弹幕上 我们马上开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自媒体 如果只是分享生活Vlog 你大可以跳过这期节目 如果你是做教学类、直播类 或者是专业分享等等内容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内容输出是靠背稿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时常感到很痛苦 吃螺丝那是一定的 一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断断续续的拍摄可能需要很久很久 那么这个时候恐怕你是该考虑入手一台提词器了 市面上的提词器琳琅满目 该入手哪一台呢 今天我想为大家推荐一台来自百事月的T12 折叠式提词器就是它 为什么是它,等我慢慢来说明 首先百事月T12提供了一款手提包 你可以带着它在任何场景下使用 另外对于提词器本身的折叠式设计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很多提词器你必须整个带着走 当你可以将它折叠起来放进包里 这样会为你节省很多的空间 安装非常简单 打开反光镜面 将遮光罩套上去就可以 值得一提的是遮光罩是魔术贴的材质 很棒的一个设计 另外将升降的小云台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提词器的工作原理都是大同小异的 其实就是依靠这一块反光的镜面 拿来反射你手机或者是平板上的内容 那么百事月T12的不同之处呢 我想说最吸引我的有两点 第一点它设计了一个小云台来支撑相机 因为很多提词器在设计上 我觉得有瑕疵的地方是 你必须将提词器挂在你的镜头上 但是这样一来会增加镜头的负重 对于相机镜头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如果你用平板电脑 那更会损伤你的相机镜头 这个时候你将相机固定在这个云台上面 这样对于相机的镜头就没有任何的负担 第二点很多提词器在连接相机的时候 需要这个转接环将提词器挂在镜头上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不同口径的镜头 你就必须要带很多的转接环 这一点是非常麻烦的 那么对于百事月T12来说 首先支持最广24毫米的镜头 那其次对于镜头的口径是没有要求的 你只需要用这个遮光罩将镜头套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你就省去了带着一大堆转接环的烦恼 想用什么镜头都可以 对于这块镜面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可能是不是会影响到画质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对比 好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有提词器拍摄的效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没有提词器的效果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 其实这块镜面对于拍摄画质是根本没有影响 那么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在考虑入手提词器的话 那么可以去入手这个百事月T12看看 应该对你的拍摄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我是靖 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期节目 也希望你能够一键三连这期视频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